香港很多人有三高問題 三高也是香港人一直很關注的疾病 今天很高興請到心臟科專科曾志欣醫生 和我們討論一下關於膽固醇的問題 鄭醫生你好 你好 首先想問鄭醫生 其實如果說膽固醇高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在飲食上戒口就可以處理得到 其實戒口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戒口未必能幫助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膽固醇的水平有部分是由基因控制的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膽固醇都會上升 有些人很努力去戒口做運動 但膽固醇長期都處於高水平 不會跌下來 但有些人不用怎樣做運動戒口 反而膽固醇又不高 其實有沒有說正常的膽固醇指數大概是多少呢? 很難說一觸高膽一船人 有一個數字就是高 高過他就叫高 低過他就叫低 沒有的 因為基於外國很多研究做出來的數字 有一套建議就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本身沒有吸煙、沒有血壓高、沒有糖尿病 40歲至75歲這個年齡層的話 如果那個壞膽固醇 即低密度膽固醇 可以控制到低於3.0 就會很理想的 但是如果隨便一樣 即是吸煙、血壓高 或者有糖尿病 最好要低於2.6 如果更加不幸 有心血管無病 或者試過中風 甚至要低於1.8 那其實香港人、壞人 或者這樣說 很喜歡吃飯 那其實吃飯 是不是對於膽固醇的影響都很大? 吃飯 飯主要來說是澱粉質 對膽固醇的影響就不是很大 但是吃飯之餘 你可能一定不會吃白飯 你一定吃菜 那些菜就可能很大影響 尤其是你外出吃東西 那說一下食物方面有什麼影響 如果高膽固醇食物 最簡單 尤其是肥的紅肉 膽固醇食物會高 還有內臟 還有甲殼類的海產 還有蝦糕、蟹糕那些都會 製造過的食物 譬如腸仔、零食 那類的 甚至是雪糕、奶油 都是高膽固醇的 其實除了飲食上大口 有什麼方法可以降到膽固醇? 其實呢 總統來講 飲食、介口 加上做運動 很厲害很厲害 可能都只能降到三四成 剛才不是說過一些不同人的目標 要去到目標 有時候可能都未必可以 譬如如果真的身體已經有些狀況出現了 譬如有些三高的問題 或者是有些心血管毛病 需要那個目標是比較低的時候 可能要吃藥才行 那其實如果我真的 吃了藥 是不是就 可以不用再戒口 就是我什麼都可以吃呢? 其實又不是的 吃了膽固醇的藥 它幫到大部分 將壞膽固醇控制 降得好些 甚至可能將好膽固醇升 但是不是說 吃了藥就可以亂吃東西的 因為戒口雖然說 是影響到三四成 但是你吃得很過份的話 其實就蓋過了那個基因對你的影響 膽固醇可以升得很高 如果長期膽固醇很高 會有什麼風險? 如果長期膽固醇高 最大影響就是整身的血管 可能血管本 慢慢積了一些髒東西 然後塞了 結果就會造成心臟病或者中風 我想問一下 其實知道膽固醇有分好和壞 如果壞膽固醇超標 固然就真的不好 但如果好膽固醇超標 其實對身體有沒有問題? 好膽固醇超標 就是好事 因為好膽固醇 就是一個有保護作用 如果用一個比喻來講 壞膽固醇就好像 將那些髒東西 埋在血管裡面 積在這裡 好膽固醇就是將 那些髒東西 在血管清出來 所以好膽固醇高 是好事 那如果剛才你提過 可以食藥 控制到我們的膽固醇 其實有沒有說 要吃大概多久 整個療程 或者真的要吃到死為止 其實很多人都擔心 膽固醇藥吃了 是不是不能停止 可以這樣說 膽固醇藥 是一種預防的藥物理 為什麼呢? 因為吃了之後 膽固醇就會降低了 將來心血管風險會比較低 但是膽固醇藥又不一樣 抗生素那些 殺了細菌就可以停止了 就是完了 不是這樣的 有些人都以為 降膽固醇藥 可能是一個療程 然後就不用再吃 其實不是的 好像你彈琴一樣 你彈了下去就有聲音 你鬆了一隻手 不彈就沒有聲音了 如果膽固醇藥 停了大概一個禮拜 到藥力沒有了之後 其實膽固醇藥就會升上來 如果血液裡面的膽固醇水平 高一點的話 污固醇藥的機會就會高一點 那就是要吃一輩子嗎? 其實可以這樣說 你要長期吃著 但是當然 有沒有需要吃 又是另一回事 會不會指數控制好一點 可以不用吃呢? 有些人真的 開頭很高的 但是因為後來就吃東西戒口 做運動 令膽固醇降回一個比較理想的水平 甚至可以減弱 停藥 那好像剛剛曾醫生所說 如果有不尋常的胃脹背痛 就要盡快去看醫生 平時也要控制好風險因素 才可以減低心臟病發的機會 今天謝謝曾醫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鐘哥 親吻 你ransaksi 感谢观看